英国公投决定脱欧 保守党新任党魁梅伊 接棒担任首相 那个名单当中脱欧派的代表 伦敦市前市长强森将出任外交打成 高龄82岁的日本名人天皇 传出了生前退位的消息 宫内厅否认相关报道 强调天皇的健康状态没有问题 小天后泰勒斯和知名DJ Telvin Harris加码上演了旧爱纠葛 珍妮弗安尼斯顿则是投书媒体 风集八卦不时报道 扭曲了女性的价值观 欢迎收看旧好国际新闻 我是蒋宗玉 新闻头条马上来关心的是 英国首相确定换人当了 前首相卡麦隆13号近见的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 当面请辞过后 英国史上第二位女性首相梅伊 随后获得了女王召见 而美伊也在同一天宣布了内阁名单 其中最让外界感到亚裔的事 脱欧阵营的代表 伦敦前市长强森 确定会出任外交大臣 英国首相卡麦隆13号来到下议院 最后一次答复国会议员的提问 整个过程不像过去那样 弥漫着浓厚的烟消味 而是笑声连连 卡麦隆最后在掌声中离开下议院 她回到首相官邸发表感言之后 就带着全家驱车到白金汉宫 正式递交辞呈 而女王也随即召见内政大臣梅伊 任命她出任首相 梅伊入主首相官邸后不久 随即公布了第一批内阁人士 外交大臣韩蒙德取代奥斯本 出任财政大臣 能源与气候变迁大臣安破鲁德 或拔卓为内政大臣 国防大臣法龙留任 而最令人惊讶的人士案 就是先前遭到盟友背叛 不得不放弃 问顶首相的伦敦前市长强森 败布复活 出任外交大臣 除了强森另外两名立场脱欧的国会议员 戴维斯与福克斯则分别出任脱欧大臣与国际贸易大臣 媒体指出三人支持留欧三人主张脱欧的布局 不只保持了党内的平衡 似乎也有意让主张脱欧的党员到外交相关部门自己收拾善后的意味 而美伊也已经致电德国总理梅克尔 法国总统欧兰德与爱尔兰总理肯尼 英国公投脱欧后仍然与伯当样 就看以承着干练著称的美伊能否带领英国恢复稳定 并且开创新的气象 而在亚洲日本多家媒体13号布约儿童报导指称 现年82岁的名人天皇有意生前退位 把皇位交给长子德仁亲王 尽管日本宫内厅当天是出面否认 但是14号又有报道指称 日本政府已经秘密完成了修法 预作准备 那么名人天皇如果退休的话 将会成为日本近200年来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 13号日本媒体报道 82岁名人天皇表示自己年事已高 希望几年内退位 将皇位交接给56岁长子德仁亲王 报道还指出 近年名人生病手术不断 健康状况欠佳 目前名人天皇仍以日本宪法防漫处理公务 在为27年间 他一直致力收复日本二战期间 对邻国造成的伤害 参加二战70周年纪念时 就表示对这场战争深感懊悔 并祈祷战争悲剧不要再发生 而名人天皇也成功扭转过去天皇 高高在上的形象 探访灾区时 名人总是玩笑声 跪着亲切慰问灾民 不过13号晚上 日本宫内厅次长出面否认 表示退位报道并非事实 并强调天皇健康没有问题 不过在昭和天皇前 其实有大约半数的天皇 都曾经生前退位 只是近200年来 还没有生前退位的例子 而且日本皇室 并没有生前退位的相关规范 日媒就指出 日本政府已经秘密在首相官邸 组成皇室典范改正准备室 就相关法令的修改 进行准备工作 佑电TV陈金秀编译 美国调查局FBI 也有无法侦破的案件 在1971年发生的劫机悬案 当时嫌犯化名叫做D.B. Cooper 他挟持了一架飞往西雅图的客机 那么得手20万美元的现钞之后 还背着降落伞跳机 从此之后人间蒸发 尽管FBI这45年来 动员了大批人力 仍然是一无所获 这也成为了美国历来 第一桩没能侦破的截击案 1971年感恩节前夕 美国发生一起悬疑截击案 一名化名为D.B. Cooper的男子 在波特兰机场 搭上前往西雅图的飞机 而在机上 他告诉空服员自己的手提箱里 装有炸弹并宣告要截击 由于当时机上载有36名乘客 机组人员不敢大意 只好听从歹徒要求 Coopers在西雅图机场 释放了所有乘客 但他要求联邦调查局准备 20万美元现金及四个降落伞 Coopers命令飞机飞往墨西哥 但他却在起飞不久后 背着降落伞跳机 而FBI日后 虽然对可能的降落地点 进行地毯式搜索 却一无所获 Coopers至此人间蒸发 这起诡异的截击案 当时在美国闹得沸沸扬扬 虽然警方根据线索 曾经抓到几名嫌疑犯 但最后都因为证据不足而释放 甚至还有人挖到疑似 Coopers跳伞后遗留的美元现钞 如今四十五年过去 FBI已经在十二号宣布 除非有人找到行政去 不然他们即日起将终止调查 而D.B. Cooper的身份 仍旧不得而知 这起案件也成为 美国史上唯一起 抓不到凶手的截击案 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 在2012年绑架的英国记者康德黎 最近又在IS发布的 宣传影片当中现身 画面当中看起来是面容憔悴 处境堪律 加上曾祖父詹姆斯·康德黎 曾经是中华民国国父 孙中山的救命恩人 因此他现在处境 格外引发了华人关注 Hello I'm John Cantley and today we're at Mosul University or at least what's left of Mosul University 伊斯兰国十二号公布新影片 英国籍人治康德黎 现身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 谴责美国为首的联军 三月发动空袭 把当地最高学府 移为一片废墟 Mosul University was the finest 一些最大学府的大学院 现在如果是兵当困难堆 如果是兵当困难 还是兵当困难 或是兵当困难 或者是兵当困难 这些通常会你会知道 但只是Mosul 而是伊拉克最大学院 现在降低了弱火 被关注大弱 了以一部分 为什么 然后你得问 你不得问 为什么 英國記者康德黎 2012年11月 在敘利亞遭到伊斯蘭國綁架 先前也曾經以主持人的身份 出現在伊斯蘭國宣傳影片當中 而因為他的曾祖父 曾經幫助國父孫中山 在英國倫敦逃脫清朝使館的綁架 使得他的身份更加受到華人關注 還一度發動連署 呼籲伊斯蘭國儘快放人 康德黎在影片中看起來神情憔悴 身形銷售 讓外界不禁為他的處境感到憂心 而在此同時 一個支持伊斯蘭國的媒體證實 伊斯蘭國重要領袖西沙尼 已經在戰役中身亡 對於打擊伊斯蘭國的聯軍來說 可說是一大斬禍 UDN TV謝宇晴編譯 中國大陸維權藝術家艾未未 在奧地利推出了新的作品 他運用了上千件的救生衣 組成了裝置藝術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 這些全都是歐洲難民 前往歐洲時穿著過的救生衣 希望借以呼籲各界關注難民的議題 石頭水面上的紅色黃色和紫色圓圈 整齊排成英文字母F的形狀 場面壯觀仔細一看才發現 遠遠看去像是一朵又一朵 美麗小花的圓圈 其實全都是由救生衣所組合而成 F could be for many words Fake is the name of my company It's called Beijing Fake Culture Development Unlimited So it's registered in the Beijing's official name of my studio But as F words you can relate to many words Can relate to freedom Can relate to some words we cannot mention maybe 大陸維權藝術家艾未未再度推出新作 他用一千零五件從歐洲難民危機前線 希臘烈士波斯島回收而來的救生衣 拼接成兩百零一個圓環 完成這件裝置藝術 從十三號起在奧地利首都 維也納德貝爾為地公展出 I think it's interesting topography and in relating to our time in relating to the refugee crisis you know how we would think about those very essential values we call it fundamental the human dignity and debt condition and human rights situation 對今天在美國國際上和國際上和國際上的獨立 但是在這個大陸難合照 我們可以看到是 ironwork的ília太登弄了 外界对于难民议题的关注 雨天NTV谢益庆编译 开车的观众都知道 不能够把小孩独自留在车上 那么包括动物也不例外 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山区呢 13号就有一只棕熊被关在了车上 就是靠着警察帮忙才重获自由 警方获报之后呢 赶往现场发现了一只小棕熊 在车内走来走去 表现看来是有些紧张 不过车子的外观完整 也让人想不透 这只小熊究竟是如何爬进车子当中 因此呢警方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后车厢 也让小熊逮到机会立刻逃出 一溜烟就冲进了森林当中 车主之后表示 离开车辆时确实关上了车门 但是没有上锁 因此呢警方严判 小熊可能是自行开车时开门上车 才被困在车中 自驾车真的安全吗 日产汽车将推出新款的休旅车 配备了自驾功能 特别是如果驾驶 没有把手放在方向盘 就会响起警报 稍后就要国际新闻带您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您回到新闻当中 小天后泰勒斯现在跟新欢 Tom Hiddleston在澳洲度假 不过他和旧爱知名DJ Kelvin Harris的爱恨情仇却没有结束 泰勒斯的经纪人是三号披露 Kelvin Harris最近替Rihanna制作的畅销新曲 是泰勒斯的作品 不过Kelvin Harris本人也不甘示弱 在推特上公开批评泰勒斯 小天后泰勒斯跟新男友Tom Hiddleston 最近到处放闪 一再成为娱乐版头条 不过他跟前男友Kelvin Harris的恩怨情仇 却还没搞一段落 这首由Kelvin Harris制作 雷哈娜主唱的新歌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近来一推出就冲上排行榜冠军 但泰勒斯的经纪人13号却爆出 这首爆红歌曲其实是泰勒斯写的 Taylor's rap confirms to ET She penned the lyrics under the secret name Nils Schoberg 两人还在一起时 泰勒斯用化名写歌 是为了避免抢走男友风采 但如今这个突如其来的爆料 让本来逐渐平息的分手事件 在线纷争 Kelvin Harris周三上午 连续在推特上七次发文 先是口气酸溜溜地称赞前女友才华洋溢 后来干脆火力全开 把小天后的现任男友 和宿敌Katy Perry全部脱下水 推访 Katy Perry 也不是省油的灯 马上在推特上发出一张民主党总统参选人 希拉蕊的表情圖 像是在说 自己早就知道会这样 而众家媒体还猜测 泰勒斯和凯文·哈里斯 就是因为这首雷哈娜的新歌 才会分手 时间到回4月 当时凯文·哈里斯 为雷哈娜新歌宣传受访时 全盘否认跟泰勒斯曾有合作 忽视女方匿名写歌的好意 如今分手后 为此引起推文大战 也影响了凯文·哈里斯 本来的受害者形象 保受困扰 还包括好莱坞的女星 珍妮佛·安妮斯顿 她多年来 一直是八卦媒体的关注焦点 最近她被拍下了一张 看起来身材风雨的照片 因此就有媒体 又猜测她怀有声韵 这一回她决定不再容忍 投说媒体博斥谣言 还抨击八卦媒体 扭曲了价值观 美国女星珍妮佛·安妮斯顿 堪称是八卦媒体 最爱的主角之一 不管是私生活还是身材 全都围绕着 她是否怀孕打转 但这次本尊终于受不了 12号赫芬顿邮报 刊出珍妮佛·安妮斯顿 署名的投书文章 亲自驳斥媒体的所有猜测 日前她跟另一半在海滩度假时 被狗仔队拍到身材风雨 让珍妮佛·安妮斯顿的怀孕话题 再度成为各大报纸头条 珍妮佛·安妮斯顿忍无可忍 在文章内像这种扭曲的价值观开炮 珍妮佛·安妮斯顿表示 媒体对她的报道 正反映了外界对女性的期待 和审美观 私生活不断被评论的她 最后只希望对所有女性 释放出正面讯息 珍妮佛·安妮斯顿 今年四月接受专访时 表示自己现在的心态 相当平静 充满感恩 也许在经历多年来的八卦洗礼后 才能够冷静地看待 外界各种扭曲荒谬的流言蜚语 U-DN TV 李永平编译 2016卓越运动奖13号举行了颁奖典礼 NBA的球星 詹姆斯一人独霸了三大奖项 也成为了本届的最大赢家 由于近期呢 美国接连出现了白人警察 枪杀非裔国民的事件 引发全美非裔的抗议行动 因此呢 詹姆斯在活动开场时 带领了球星 田瓜·安东尼 还有Chris Paul 以及Dream White 公开呼吁美国的民众要团结一致 对抗种族歧视 2016年度卓越运动奖 13号在美国举行颁奖典礼 今年的最大赢家是带领 骑士队夺冠的小皇帝詹姆斯 一人南瓜三项大奖 包括最佳男运动员 冠军赛最佳表现 以及第四度获得的年度最佳NBA球员奖 而勇士队Curry则以单计402颗三分球 以及带领球队打出73胜 夹击获得最佳破纪录表现奖 葡萄牙足球巨星C罗 则是获得国际最佳运动员奖 谢谢克里芬典礼 给这位赢家庭团队 给我们的赢家庭团队 我们有很棒的团队 我们很喜欢你的赢家庭 而知名摔角选手张Cina独挑主持大梁 风趣的谈话风格 也逗得台下观众哈哈大笑 LeBron 你以前是一个好的人 然后你变成一个坏人 然后你又变成一个坏人 然后你又变成一个坏人 然后你把NBA留下 然后他们会不会有一个坏人 正如我们做的 他们会变成一个新的坏人 虽然颁奖过程气氛轻松 但典礼开场却相对严肃 四名NBA球星 针对美国进来的种族问题 发表感言 四人齐声呼吁美国人民应该团结一致 共同对抗仇恨与歧视 这段开场立刻在网路上引发热烈 虽然有人抱怨这番言论 让运动沾染上政治纷扰 但有更多的网友赞扬运动员 愿意挺身而出相当可贵 南韩同意美国在境内部署 萨德飞弹防御系统 那么南韩国防部 14号公布了确切地点 将会部署在南部的新州 不过现在不只是鄰国 中国大陆和俄罗斯公开反对 包括新州当地的民众 也发起了大规模抗议行动 反对南韩政府没有经过沟通 擅自决定部署的地点 面对北韩军事动作频频 南韩同意美军在驻韩军事基地 部署萨德飞弹系统 14号进一步公布地点 南韩国防部强调 在不影响居民健康及环境的前提下 为了让萨德系统发挥最大效能 充分强化国防安全 将以南韩南部的新州空军基地 作为部署地点 选址在新州将可以保护 包括首都圈首尔等南韩 约三分之二的领土 而韩美两国也计划 尽快推动萨德基地建设专案 希望2017年底前 完成萨德的实战部署 不过韩美部署萨德 也引来不少反对声浪 不只邻国大陆俄罗斯不满 大陆官方更直言 此举破坏地区的战略平衡 跟南韩新州当地 也发起大规模抗议 反对政府未经沟通 就擅自决定萨德选址 有点TV 陈静秀编译 中国大陆51岁的商人苏斌 先前被美国官方指控 协助中国大陆解放军的骇客 窃取了军事情报 美国检方13号宣布 苏斌接受了认罪协商 面临46个月的徒刑 美国司法部声明指出 苏斌2014年在加拿大遭到逮捕 随后被引渡到了美国 苏斌坦承在2008年到2014年间 协助中国大陆军方的骇客 从波音公司等美国国防工业当中 窃取了尖端军机 逆踪设计的机密资料 如今苏斌必须要入狱服刑 并科1万美元的罚款 不过中国大陆政府 否认跟骇客事件有任何的关联 特斯拉电动车的自动驾驶功能 前一阵子在美国发生了一起死亡事故 这也使得外界对于自驾功能的安全性 产生了疑虑 日本的日产汽车呢 即将要推出的新款多功能休旅车 同样配备有了自驾功能 不过这套系统跟特斯拉设计不大一样 其中呢 强迫驾驶人必须要把手放在方向盘上 否则呢 会持续发出警报声响 希望能够降低事故的发生率 自动驾驶技术已经成为汽车跟科技厂商的 平价必争之地 但是最近一名美国男子 却在使用特斯拉Model S电动车的自驾功能时 因为感应器分辨不出晴朗天空 跟白色货柜的差别 而惨死于货柜车轮下 引发自驾技术的安全疑虑 8月下旬即将在日本上市的 日产汽车多功能修旅车Serena 也配备了自驾功能PROPILOT 但特别强调这套系统的安全性 PROPILOT可以跟随前车 保持适当安全距离 如果前车变换车道 PROPILOT也会寻找另外一辆前车 重新设定速度与距离 因此可以有效舒缓 驾驶人的疲劳与压力 但是PROPILOT同时也会侦测 驾驶人有没有握住方向盘 日产汽车强调 PROPILOT只能当作辅助 驾驶还是必须保持注意力 要是因为驾驶狂踩油门而撞车 仍然是驾驶人要负责任 自驾技术目前还成不上完善 像是恶劣天气就可能导致感应器误判 技术人员也还在努力 确保感应器可以正确侦测到 行人与单车骑士 但是自驾技术确实是汽车工业的 未来趋势 有观察家乐观预期 到2020年时就有机会出现重大突破 U点TV周辰阳编译 华文法的自由车大赛 进入了第十一战 斯洛伐克的名将Peter Sagan 在风势当中拿下了单战的冠军 那么第十一战之后 还是由英国车手Chris Froome 续川黄山 总成绩的领先优势也跟着扩大 希望我们最后一起来看看 我是蒋宗玉 祝您晚安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